大家好 我叫Grace 练利评 来自Intel 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探讨 如何在云原生的环境中 保护AI工作负载的机密性 人工智能正在迅速发展 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和工作 云原生因为有容器化 可扩展性和自动编排等非常多的优点 成为部署和推动AI应用天然的选择 通过云原生 AI可以普及到更多的用户 汇集到更多的行业 然而我们也面临一些关键的技术挑战 AI模型训练非常的昂贵 特别对于一些大型模型 我们如何提供硬件和软件的解决方案 让它取得成本和性能的平衡 AI模型肯定要用到易构计算 比如CPU GPU加速器等等 我们如何确保这些资源 能够被有效的利用 能够满足AI模型扩展的需求 AI的算法和训练 都需要有大量的计算能力 我们如何优化性能 同时还能降低功耗 AI训练的数据和模型 都有非常高的价值 我们如何确保它们的机密性呢 Intel为了提供更好的支持 AI提供了很丰富的产品和方案 在硬件方面 我们第四代Intel智强可扩展处理器 提供了AMX高级矩阵扩展加速器 它可以加速CPU上面的深度学习推理和训练 适用于自然语言处理 推荐系统和图像识别等等任务 同时还能节省功耗 Habana Gaudi 2在中国市场首先推出 专门为深度学习集群和深层式AI设计 同时Intel还有数据中心GPU 它经过优化提供了突破性的性能 能够加速多媒体和AI的工作负载 上述丰富的异构硬件组合在一起 提供了成本效益高 性能出色 并且安全可靠的解决方案 在软件方面 我们持续在云原生软件中投入 在许多CNCF项目中 从Kubernetes到服务网格 到容器运行时等等 都做了非常多的代码贡献 我们还持续优化各种主流的AI框架 比如Pytorch TensorFlow等等 我们还提供OneAPI 作为一个开放的 灵活的 基于标准的一个软件堆帐 让您的软件可以使用各种不同的易购硬件 为了让Intel的技术更好地被开发者和最终用户使用 我们还和持续业界生态合作 这几年 中国的开源生态不断地扩展 比如说开放原子基金会下属的 Open Analysis 龙溪社区 Open Cloud OS 社区和欧拉社区等等 Intel也成立了中国开源技术委员会 持续增强和开源社区的合作 促进本土技术的落地 下面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云原生环境中 如何全方位地保护您的AI的数据和模型 在 ICE 层面 Intel 制强处理器提供了 SGX 和 TDX 确保了数据的内存加密 完整性保护 访问控制和可验证性 在 PASS 层面 为了支持机密计算 我们开源了一个叫 Confidential Cloud Native Primitive CCNP 的项目 不论您选择机密集群 还是机密虚拟机或者是机密容器来部署 都可以用 TDX 来保护您的内存 做到端到端的验证 这个项目在我们展台中有讲述 在 SAS 层面 我们也是开源了一个叫 Cloud Native AI Pipeline CNAP 的项目 这是一个参考解决方案 帮助开发者快速地采用机密计算 来保护常见的一些 AI 应用场景 今天时间有限 希望你们能够访问 欢迎访问我们在 D3 的 Intel 展台 我们有技术资料发放 同时在现场我们的 AI 专家和云原生专家 会展示 AI 和云原生结合的解决方案 并且和您探讨这些技术如何在您的场景下落地 中间的一个二维码 我们也有一系列的技术讲座 对每一个点都进行更详细的讲解 然后右边的一个二维码是我们的一个博客文章 讲述了更多详细的项目介绍和相关的技术要点 总而言之 我们 Intel 的云原生专家和 AI 专家 非常期待在这次 KubeCon 上 与您面对面的交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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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